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徐郭勇律师 欢迎收看今天的前进新台湾 柯文哲办公室的电话 确实遭到了确听 那这个好几报都这么写 所以大家看到 自由时报说确实遭到了确听 因为电信箱被动了手脚 用来确听九楼的柯办 柯文哲办公室的电话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会完整的 把还原整个中华电信 在查办的影片给大家来看 不过现在警察已经组了一个 专案小组叫做1104专案小组 那有燕子文要进行侦查 不过大楼没有监视器 所以现在碰到了第一个瓶颈了 没有监视器 不过很巧的是 这么一来 一周刊的即时新闻讲出了 就在这栋大楼的九楼 是柯文哲的办公室 他遭到了确听的同时发现了 挺难的大本营工商建营会 这就是国民党的外围组织 大家都知道 坐在六楼工商建营会的现任理事长 也是国民党的中常委廖万龙 就在六楼 碰巧 坐在10月20号 他们才刚刚组了一个 九合一的大选辅选列车 刚好开动 而且那一天 整个动作通明 还有更巧的是 蔡正元曾经出任该会的秘书长 不过蔡正元说 我几乎忘了这个组织的存在 我忘记了 可是他真的忘记呢 还是在这一部分 他有所保留 等一下我们把证据来告诉大家 还有我们看到 柯P 柯文哲 他松口说了 他说什么 他说蔡正元所暴露的市政顾问的 这个名单 是正确的 所以大家质疑的是 为什么蔡正元会知道这个名单 而且知道柯正宁的行程呢 监听这个案子 到底是水门案 还是卡北奔 现在各说各话 不过监听本身 不管是卡北奔 还是水门案 都是一种奥波 这一次的这个奥波 到底对谁有利 大家在思考 大家在想 抢救圣文大兵 现在连圣文的七十拆一山 三度扫街 拉台人气 今天晚上 马英九 还有江一化 还有连圣文 听说朱立伦 他们都要同台 大家要问 如果江一化 马英九都会同台的话 那为什么连圣文 在尊马尊江的同时 之前他又反马反江呢 他反马英九 反江一化 现在又尊敬他们 为什么呢 还有为什么连圣文 要打回蓝绿的对立呢 柯文哲的民调 从来没有超过四成五 难道这四成五 就是得票的钢铁天花板吗 还是柯文哲 他真的能够突破呢 那为什么柯文哲自己也说 民调如果小赢的结果 开票会小输 必须民调大赢连圣文 那开票的结果 才能够小赢连圣文 这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精辟的分析 锁定我们今天的前进新台湾 现在我来介绍今天的来宾 第一位是我们的资深媒体人 陈立宏 立宏你好 大家午安 我们的立法委员 陈学生 学生你好 大家好 我们的资深媒体人 周一寇 可可姐你好 大家好 再来我们台北市市议员 陈彦博 彦博你好 主持人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新北市的议员参选人 邱廷卫 廷卫你好 徐立室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现在台北市议员 柯文哲正名发言人 简余彦 余彦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午安 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那到这个 整个窃听案 到底是个罗生门 它是咖啡本呢 还是水门案呢 我们看个相关报道 我也在九楼的柯文哲 办公大楼疑似遭到的窃听 不过好巧不巧 同栋的六楼呢 刚好就是国民党 系列组成的工商建研会 在事发当天还灯火通明 这个天那巧合 还没完六楼的工商建研会 前秘书长还正式 连顺文执行总干事蔡整员 我几乎已经忘掉 这个组织的存在了 那个时候我当秘书长 还是一个人头 所以那个办公室 我去大概不到两次吧 大概不到两次 否认和工商建研会 有牵扯实际走一趟 位在建国南路二段上的 商办大楼 理事长跳出来喊冤 我们协会很少跟外界接触 那怎么联想我搞不清楚 他也没有写柯文哲 我没有看过他本人 都用手机比较多 怎么用电话 很少用电话 不过还原事发 当晚四号深夜11点多 被查到装置窃听的三楼 以及六楼的工商建研会 竟然还灯火通明 业务有多繁重 究竟是在办公 还是另有要事不得而知 但工商建研会和连阵营 蔡正元被影射窃听 双双否认 蔡正元倒是大方承认 公布科批顾问团名单 有政治考量 他来我们这边侧反 拉脚 拔装 我当然要把他内部弄得一团乱 奇怪 这个我们都还没 因为这只是政策部你好 有给我看过 都还没拿到主管推移报告过 所以我就奇怪 我那时候说一定是你们政策部 漏出去 那个都什么大嘴巴 不可能名单这么明确 这很清楚 这一定是写出去 那即使你要问我的话 从源头问谁就好 我想问蔡正元 那个资料是从哪来的 点名政策部有问题 加上科办研判 蔡正元掌握资讯完整 而且政策办公室近来很少使用 因此比较有可能是内鬼所为 明知有鬼偏不抓 就怕内部自乱阵脚互相猜忌 柯文哲频频信心喊话 这一项连银呛杀 这绝对不是什么自导自言 这根本就不符合 我们的工作室里面 更何况是我们民调严重的状态下 我们可以去搞这种奇怪的事情 先前20多天 在报窃听内鬼风暴 那针对柯文哲的阵营 是不是被确听 那国民党的台北市场候选人 连胜文他到底最新的说法是什么 来我们看看相关报答 所以我想我们一方面 谴责任何的确听的行为 但我们也要选择这个选举的诈述 特别是像这个类似像 东一副总统在高雄时的录音带事件 或黄俊英的这个走路中事件 这都是选举诈述的极致的表现 我们也希望这个相关的这个警政单位 能够尽快还原真相 一定要在选前还原真相 才能让台北市民 用选票来惩罚这种 在别的县市 刚刚看到的这种选举的诈述性 那现在有一个新的发展 在这栋大楼的六楼 竟然有国民党的外围组织 工商建员会就在那里 那当然柯文哲他们说不知道 工商建员会说 我也不知道柯文哲他们的 政策卫办公室就在九楼 他们说他们也不知道 不过他们等我通明 那大家要问的 现在这个工商建员会 有关工商建员会 蔡振元曾经当过他的秘书长 不过蔡振元说 我根本就忘记了这个组织的存在 所以大家看一下 蔡振元称 我根本忘了工商建员会的存在 真的吗 被洪志坤打脸 洪志坤说 大家看一下 去年十月份 蔡振元宣示参选台北市长的时候 工商建员会还动员参加 他质疑 不过一年前的事 蔡振元就忘了工商建员会的存在 因为蔡振元说 我几乎已经忘掉这个组织的存在了 他说他当那个秘书长 是十二三年前的事 真的这样子吗 所以这个整个确听 是不是真的越来越罗生门 那民众要怎么看的 立宏 好 我想整个事件的起点 是蔡振元在脸书上公告了 柯振元的机密的资料 你作为一个连胜文阵营的总干事 怎么会有柯振元的机密资料呢 就好像是我家的东西 或是柯家的东西 怎么突然出现在连家 而且是连家的大总管拿出来说 嘿 我有柯家的东西啊 那当然你对柯家来讲 对柯振元来讲说 你怎么会有我的东西呢 你这东西怎么来的 是不是 好 我今天就来讲 关键是在蔡振元 他为什么会有柯振元家的东西 这才是关键 至于蔡振元如何取得的方式 当然有好几种 来 我大致上就用这张纸来做个说明 好 蔡振元在他的脸书上公布了柯振元的秘密 那关键是他怎么会有柯振元的机密 那他拥有这个机密会有几个来源 来各位 可能是透过窃听 他是方式之一 可能 他也可能是有人去偷 有这个有那种忍者在暗夜之间 这个飘到飘到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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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振元去偷也有可能 但是也有可能是早就在柯振元里头安了内鬼 这才会把所有的这个柯振元的这个事情 遥如指掌的掌握 另外还有很多其他的方法 好 也就是说 其实所谓的窃听 不过就是蔡振元 有可能拿到柯振元 机密的这个方法之一 这只是技术之一 他有可能是 就是说 真的有人泄密嘛 好 真的有人大嘴巴嘛 但是我想我们做记者都很清楚 以前在追人事案 我想跟你好的交情 顶多一次给你讲个一两个 我想周姐在这边最清楚了嘛 对不对 早期以前人事新闻 那还很有价值的时候 追人事新闻 你一次能够拿到了一两个名字就够好了 你能够拿出一串名单 像 像蔡振元 脸书上的所有名单 包括主别都有 你没搞叛笑 这是大嘴巴 不可能的事情 不要把人民当傻子耍嘛 我们就来看 所以今天的问题是 变成了窃听风暴 我想这一开始 柯振影 把它变成是一个窃听的技术性的问题 我认为这个是方向错了 媒体也导向是 好像变成有没有窃听 变成的是 是关键了 大家在吵 窃听 有没有窃听器 有没有老鼠线 几条 那个设备那么烂 怎么可能窃听 不是在吵这个问题 关键还是要回归回来 蔡振元 你怎么会有柯振影的秘密 你怎么会有柯振影的机密 而且还公布在你自己的脸书上 在今天 反而是 连胜文振影在那边喊冤 说他们被设计了 这是奥波 我告诉各位 今天如果权益受损的是哪一方 权益受损当然是柯振影这边 柯文哲振影 你看这名单一曝光之后 一个一个跳出来否认说 我没有接触 没有参加 那柯振影是一个权力受损的一方 还变成了柯振影的奥波 我有时候觉得说 这世界哪有颠倒黑白 到这种程度 我再次强调 整个事件的缘起 是蔡振元为什么在脸书上 公告了柯振影的机密 尤其蔡振元具有连胜文竞选总部的总干事的职务 你今天要破人家的梗 其实也有很多方法 不需要你自己做一个总干事 去公布 这很容易让人觉得 就是连阵营在搞鬼 整个事件 所以我在讲 以前成语有一句话 叫匹夫合罪 怀避其罪 今天你做一个连胜文的竞选总部的总干事 蔡振元你拥有你拿到了柯振文的秘密 你还把它公布出来 单单就这件事情 就请你必须要说清楚 我们看一下 那蔡振元怎么讲的 你要他说清楚 他讲出理由了 蔡振元说 柯营收买蓝军 我当然要破装 大家看他怎么讲 蔡振元批说 事实上柯振营是用收买 利用的手段 要南军阵营的人靠过去 这是民主政治不应该允许的 难道台湾人可以接受柯振营 公然收买对手阵营的人 公然在南军阵营搞破坏 这是龌龊的选举 用收买利用 所以啊 这个可能姚立民老师不知道怎么被收买 怎么被利用了 我看他会跳起来 再看 确听了怡云 连胜文说用选票来惩罚诈数 那诈数在哪一方 现在不知道 不过让大家看 这一个 这是九楼柯振营的政策部在这里 这是六楼灯火通明 灯火通明 六楼是工商建营会 挺南大本营 蔡振元曾经任秘书长在这里 三楼确定的机房在这里 三楼的机房 整栋大楼都在这里 一楼二楼是一个有机的商店 在卖有机产品的商店 四楼五楼是这一栋大楼屋主的住家 所以大家来看 三楼没有人在办公 所以整个 所以换句话讲 怎么那么巧 刚好工商建营会又在这里 他们到三楼又是轻松愉快的 这栋大楼又没有监视器 所以可可姐 从这整个发展 包括现在 蔡振元讲的 收买 利用 搞破坏 挖南军的脚 当然要破他的梗 这怎么回事 其实蔡振元 他讲这些话 其实是想要 柯文哲阵营 跟他一起 随之起舞 有点邪门的操作 就是说 事实上 连胜文阵营是很害怕 有南军的人 跟柯文哲 组织成为 在野大联盟 所以他才会用 这种公布人家顾问名单 或者是用这种 所谓什么收买 这个利用 就掀其放毒的 这种方式来阻止 那事实上 蔡振元并不是 这次选举的主题 真正选举的 国民党的候选人是 连胜文 所以这个问题 其实可以分 很多不同层面 像丽宏所说 他一个就是窃听 一个就是说 你的台北市长的 国民党提名的 而且他是国民党提名的 候选人 连胜文阵营 你怎么可以容许 你的执行总干事 做那种不光明正大 而且损人不利己 没有任何跟选举的 正当操作手法相关的 在脸书上面 公布人家的顾问团 名单 也就罢了 他在11月1号开始 还公布人家的行程 这就很像 我住在家里面 把我隔壁邻居 明天早上他要去买菜 他要去售小孩 他要去干嘛的事情 给人家公布清楚一样 也像我们以前 在报纸服务 如果我在联合报上班 那中国时报 明天有什么独家 我今天在报上 先给人家公布吗 还有他们说打球 就是你炸NBA篮球队 那这个尼克队 跟这个活人队打好了 那你尼克队呢 在出场之前 自己不公布自己名单 先把对手的名单 先把名单给公布 对不对 或者是打棒球 也是在我们任何的一个竞赛 他都有情报战 都有这个 叠对叠的这种模拟战 可是这种战术 它是有一定的 基本的法则的 怎么是像现在 蔡振元这种做法 当然蔡振元 就是用邪门的手段 去对付一个正常的选举 如果你跟着他转 你就跳进了 他那个陷阱 浪费很多时间 那对他们来讲 现在就是一个逆臂的状态 你知道逆臂的人 都是跳到那个 掉到海里面的人 叫抓是抓的浮沫的 那你抓浮沫 如果不小心抓到 对方可能抓错了一个 救你的人 通常会因此而下沉嘛 对不对 而这个失去生命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反正能抓什么就抓什么 所以对于蔡振元 非常不光明正大 非常不诚恳 而且缺乏一个 基本的政治人物格局的这种 所有的言谈举止 其实在他当时 帮丁守中做初选 把人家丁守中这个污名化 甚至于为了投票 年终奖金的那个 他们党团叫他投 最后还把他拿来登广告 用匿名广告 明明就是蔡振元的阵营搞的 还匿名广告去骂这个丁守中 去同事这种操歌的方法的时候 我就开始瞧不起这个人 我觉得这个人 根本就是国民党支持 没想到 连胜文会用的这种人 你就知道连胜文 为什么选情会日益下降 这个是这个部分 就是说连胜文 你应该有的格局在哪里 昨天呢 连王金平讲的话 都比较像人的话 王金平说的话 至少对于窃听 是不可原谅的 连胜文可以很快的 去谴责窃听这件事情 窃听是自由民主 国家的社会里面 都不可以存在的 更何况这个窃听 它虽然不是一个窃听器 但是它是两条线 就是装置 有些报纸 还这个比较清兰的报纸 还说这个线 可能就是什么 以前施工的时候 留下来的线 对不对 这个今天还有报纸 或说有一些评论人 蔡正宁也这么讲 蔡正宁说 可能是以前的人留下来的 可是这条线 被证明在中华电信 这个愚言在场 就是说中华电信的人 有试拨过你们办公室的 这个用他的电话 拨到简愚言的手机里面 出来的号码 是他们办公室的号码 今天苹果日报是这样讲的 所以到目前为止证明 这个窃听 不管它是古董也好 现代装置也好 它确实是一个窃听 那窃听就要给答案 大家就等着真相就出来了 那连胜文昨天反反复复 一开始其实连胜文 是什么震惊遗憾的反应还不错 最后就被蔡正元 牵着鼻子走 什么讲成是脚尾犯 又说是什么外星人 反而使得连胜文 在他的选情一直落后的情况之下 没办法发挥大格局 那至于柯文哲的阵营 你当然要检讨 我觉得很奇怪 柯文哲在九楼 搞一个政策会的什么办公室 怎么会不知道六楼 是你们敌营的工商戒严会 你的这个警惕力也太低了 可是另外一点 工商戒严会 那个现在的会长 工商戒严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企业团体 是每个人要重要的 企业家当然都要争取的 可是蔡振元说他都忘了这个组织的存在 蔡振元的话 可能95%都是必须这个 这个重新考虑的 坏句话讲 蔡振元的谎话多于他的实话 那这句话其实是不可信赖的 那但是现在的这个廖万龙 廖万龙他是中常委 他还是台北市党部的副主委 可是廖万龙碰巧他 是我入党的介绍人你知道吗 那最近那个 在今年初的时候 连胜文还拜托廖万龙来处理一下 我这个麻烦的女人 那个是我第一次把廖万龙名字讲出来 那我记得这是因为在大概 八月的时候廖万龙有找我 见过一次面 那当时你知道那个场景是什么 那个场景是台北市党部主委 钟泽良在二楼跟廖万龙见面 廖万龙是副主委 廖万龙为什么要被钟泽良给这个 约谈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你知道这个内幕 人家告廖万龙 说他跟柯文哲照了一张像 最近今年初 还跟这个蔡英文照了一张像 所以怀疑廖万龙是一个反间谍 那所以 真的啊 对 所以在那一天 钟泽良还找了廖万龙来见面 然后廖万龙就回过头来 到楼下跟我这个 中午午餐见面来告诉我说 年初的时候 连胜文曾经跟廖万龙 因为他是台北市党部的副主委 所以他跟副主委说 我这个选举啊 选情应该还蛮顺畅的 只不过有两个女人蛮麻烦的 这个很麻烦 你帮我处理一下 那两个女人刚好名字都有遇 一个是蔡玉珍 一个是周玉寇 那蔡玉珍是廖万龙的这个 云林同乡 可以处理 周玉寇因为刚好是他的介绍人 入党介绍人 所以来处理 那一直廖万龙没有办法处理到我嘛 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错综复杂的关系里面 我不认为廖万龙是那个角色 是那个什么什么 什么窃听的角色 所有的事情都出在蔡振元 这一个人的身上 蔡振元的 社会关系非常复杂 我的朋友告诉我 像这种东西啊 找一个黑道小弟啊 去装一个这个窃听的录音装置 然后拿回来听 把名字写下来 就每天讲的话的内容嘛 行程啊 名字啊 写下来 兜起来 就是这个顾问团名单 我们跑新闻 跑得都比他好 还不必窃听呢 不过我们让大家看 这个大嘴巴队友 指的是谁不知道 他这个里面很有意思 连科行程撞棋四次 蔡振元总干事变炮兵 所以换句话讲 连科行程会撞棋 那可能是蔡振元这边 他们的抓到了科营 或者是科营这边抓到了连营 他们的行程就撞棋 都有可能 所以大嘴巴队友 是在哪一边不一定 不过大嘴巴又来 这是刚刚的新闻 继公布顾问团的名单以后 蔡振元再报 科文哲的选战规划 他把选战规划又讲出来了 所以 学生 蔡振元怎么那么厉害 今天又公布了 你们科文哲 接下来 假如这样子的话会怎么样 假如这样子会怎么样 又把人家的 作战计划公布了 就表示 他还真的知道 我还怀疑他是科屁派来的人 嗯 真的 他是科屁的暗装 对 不然 说反间谍 不然怎么可能我在监听你 然后 我还告诉你说 我正在监听你 你看 你还不信 我丢一次给你 还不信再丢第二 然后再不信 我丢更大一点 还有这种人 这种违反窃听 真的 像我们都是新闻记者出身 如果你有新闻来源 你一定是帮他保密到 最机密嘛 你怎么可能一直 告诉对方说 你被窃听了 所以我严重怀疑 不过这是笑话了 我觉得蔡振元 她所有的事情 就以她自己的说法为主 因为她的战法 我实在看不太多 你看不 你看不 因为 你是老战将 但她战法跟我不太一样 他们两个人不同一个政派 那个是邪门的 他们不同 因为选的人不是他嘛 选的人是连胜文 照理来讲 如果今天你要跳出来 万千传心 是因为你的组子受到了这个攻击 你替他挡子弹 可是现在没有啊 现在在做最后的这个竞争的时候 为什么突然冒这件事情出来 是组子帮他挡子弹 所以这个事情真的有一点 组子帮他挡子弹 可可姐你这个讲本很奇怪 太多的巧合真的是白口莫非 因为有很多事情实在无法去理解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我那天看电子上讲说 他装那个窃听的那个录音机 我说年轻一点的 搞不好没看过卡带的录音机 卡带我们那个年代有120分钟 我等一下跟你讲 我装给你看等一下 不一定是卡带 因为他那个线不一定可以装卡带 但是可以装卡带 是这样子 对啦 但是卡带也要换面嘛 45分钟60分钟跳起来一次 哪有窃听这样 窃听一装就是三天五天才来收集一次资料 怎么会装一个那个 不一定是卡带 我等一下装给大家看 我学生的经验 学生是以前的经验 是没有错 那我就觉得说 怎么可能会有那么粗糙的手法 就糙了 对就是说 包括他自己曝光爆料说 这个柯P那边所有的事情我都知道 你是 如果你是第三者 我们是名嘴出来讲话 可以表示你讲话最准 你有内线 问题是不是啊 你是对手阵营的人 你怎么可能不断的 就像你刚刚讲 又在讲说柯P的那个进血规划 你这样不是要坐证人家 你所有此地无因三方 对啊他刚刚又宣布了说 柯文哲的选战规划 这刚刚才公布的呢 所以我本来认为很多都是巧合 但是就像如果今天我要讲 说我要破你的那个顾问团的这个梗的话 我们做记者出身的很简单嘛 我就找一个来 我说把中国事报找来 或联合报找来 是啊 我就丢一个新闻给你说 给媒体或上网 找别人上网 隔天一定是投版头 然后接着电子报啦 电子新闻都搁上去了 干嘛需要你自己 在脸书上自己写这个 我觉得蔡智元 除非你的战法 高深到我不了解 不然以我打了二十几年 我觉得这个战法 不见得会对选战有加分 而叶博 你也是跑新闻出来的 看人仔细怎么看 他现在又公布人家的选战规划 他怎么知道 刚才扣子姐有讲到说 这个中国事报的独家 如果前一天知道的话 联合报告发 就我的这个观念 我一定会发 因为要破人家的独家 这一点跟寇寇姐 有点不太一样 但是寇寇姐刚才讲到 那个例子就是很好 就是说 我自己的先发的阵容 不公布出来 我先公布对对方的 帮别人公布 对方的先发的阵容 这个逻辑上面 是有点奇怪的 那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说 这个整个案件来讲的话 因为柯正营 发生了所谓的这个 被窃听的 被窃听的这个案子 当然首当其中 大家第一个怀疑 是说是联盛文 为什么 因为是对手阵营 对手阵营 他自然而然的 会去问这个联盛文 那联盛文遇到这种问题 他也傻了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所以他在第一时间内 他一定会有 会有些反驳 会有些 这个正面的 这个一些澄清 可是整个 这个确定案子来看的话 我觉得 感觉到非常非常奇怪 大家看一下 这科办这边 如果真的是 被装窃听器的话 第一点 他科办如果 这个 被发现到 有一个这个电源线 那电源线呢 只能窃听 这个电话的内容 可是最重要的 玄战呢 你真的要对 你真的要了解 对方的这个 这个重点的 这个内容 到底谈的是什么 玄战的策略是什么 最重要是要谈什么 要知道 要窃听到哪个东西呢 最重要是 他们在会议里面的内容 那才是重点 否则的话 你只接听一个室内的电话 你能听到什么东西 这一点我是质疑的 因为你要 如果你既然要干这种事情的话 既然要花费 这么大这样的成本 这样的风险 你要去窃听 人家讲什么的话 你干脆在会议室 下面的桌子去装就好了 你何必跑到电线 然后去接一个室内的电话 你说 你这么接不到什么 装个小耳朵啊 对 我说你真的要 如果你真的要窃听的话 你一定要是要这样子 那个 那个会被扫描到 对 你去室内电话 我觉得这些东西 都觉得很不可思议 你知道吗 因为花费的成本跟风险 不符合比例 另外一个 它的因缘线 从我们一开始说 有找到两个窃听器 一开始新闻爆发的时候 是有找到两个窃听器 后来又改口 好像是老鼠线 那现在又改口 只是一个电源线 那我都不晓得说 那到底的真相是怎么样 可能科总部的人在这边 可以好好跟我们讲清楚 为什么这个办法一变再变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呢 还是说 这是你们的一个操作说法 先把这个新闻 先把它炒热了以后 然后大家慢慢的 再来做一些改变 做一些改变 我想这个东西 大家要讲清楚 另外一个 大楼这个20年 已经到20年以上了 科办是上周五才去 很多新闻记者 都跟我谈成 讲说 他们还真的不晓得 你们有这第三个 一个大概聚会的地点 所以这个地方来讲 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对科办来讲 是非常一个重要的东西 刚才寇寇姐 有讲到一个 很重要的重点 那你们居然 这个地点 是这么重要的一个地方 那你们上下的 凝聚是谁 我想这个都要 稍微考虑清楚 否则的话 你现在又把说 工商建营会 就在那边 工商建营会 可能比你们早入住 那他不是带衰了吗 我比你早入住 然后你们后来才来 那你就说 我在那边 我在那边 在那边建办公吧 在那边设办公大楼 变成工商建营会 变得很奇怪 另外一个他讲的就是说 科办发现两个欠听 但第一时间之内 怎么都是先通知媒体 等媒体来了 又再来报 再来报 再来报 再来拍这个 这个警察 然后再拍中华电信 这个操作手法 真的是 我觉得是有点奇怪 那另外一个 以现在的这种 这个确定的手法 真的不需要 进去到人家家 或是到这个 人家的办公室里面 去看人家电影 其实一些 现在的监听手法 监听手法 监听手法来听的话 其实有很多高科技 是可以取代的 所以总的来自来讲的话 我觉得连阵营 要做这种事情 可能性不大 就像我相信一样 科正营 现在已经领先这么多 没有必要到 这个做这个 这个自导自演 这种态度 是一样的道理 没有人说是连阵营 但是他是一个窃听 目前为止 不管是老手法 新手法 他确实是一个窃听 所以我跟你讲 所以我跟你讲说 我跟你讲说 因为现在还没有办法证明 到底是不是窃听 你那个电源线 警察已经成立专案在处理了 成立专案 但是你还没有破案 那蔡正元 说人家是脚尾犯 因为立宏也讲得很重要 蔡正元说人家是脚尾犯 是羞辱人家 蔡正元公布的这个东西 有没有正相关的东西 这个要去厘清 我今天早上 特别跑去了一些 有关在卖手机的 卖这一些器材行 那我特别去问怎么装 其实啊 讲个实在话 很多律师事务所都有这个东西 为什么 因为跟当事人之间的 一些对话 有时候必须要录音的 彼此都要录音的 这一些都有 这是个电话盒子 其实就是三楼 我们给大家看 这个三楼啊 对不起 在这里 这个三楼啊 是一个机房 这三楼是个机房 律师它不是机房 那叫交换箱啦 就是很多电话的夹子 不是动楼的 重点就是 这动楼的交换箱 是在一楼 对我知道说 但是它三楼都是 每一格可以接电话的 所以就是这个 很多很多很多夹子 这个我意思是这个 那我们把它叫做交换箱 它有可能好几百线的电话 一接就可以接到 这支电话 就是这样子 那这个 怎么接呢 就这么简单 这时候老鼠线 就把这个 夹子 夹在哪里 夹在这一边 然后这一个夹子呢 另外一个夹子呢 就夹在这一边 这么一夹啊 这一条线 插到任何东西 只要那个东西 可以录音就可以录了 譬如 好了 这是一条老鼠线的 对不对 我把这个老鼠线 接到我的手机 我的手机有录音功能 我这样接进去 我打开录音功能 放在这里 里面讲电话 我的手机 全部都录到了 我的手机的记忆卡 如果可以录十天 那就十天 再去把手机拿回来 再换一张记忆卡 然后再继续录十天 如果可以换两天 那就是 就是两天要换 那这个是录音机 刚刚这个就是 学生讲的 这是卡带的 卡带的 假如装的是 这种卡带的话 那很简单 就把这个老鼠线 插进去卡带 然后就放在那里 然后这个卡带呢 如果可以 跑六十分钟 当然电话讲的时候 它才会开始录 电话一挂下去 它就停了 这个录音机是会这样子 这录音机多少钱 五百块 五百块就可以录 然后呢 你讲了六十分钟的电话 我就可以录 但是这个比较麻烦 这个六十分钟 录满了就要去换一次 就是刚刚学生讲的 累死人了 跑到那里 万一被抓到怎么办 风险很大 但是如果 我把这个 不是用录音带 我是把它改为用这个 电子的录音 譬如说电子笔 录音笔 放进去 我问过说 录音笔可以录多久 他跟我讲 录音笔插进去以后 可以录一个月 不必去拿 没有问题 因为他的记忆卡够大 所以就这么简单 那有人讲 这么简单 好录的技术 你看 我这样随便夹一下就可以了 这么录的技术 这么传统的 怎么会去用这个呢 手机上的老板跟我讲 没有错 我们现在都是用什么 无线的 什么好好用 就像刚刚 这个录博讲的 放在桌子底下 但是他说 越高科技 其实也越危险 为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 无线的 这个音波 还有那个频道 一过去 频道不对 马上知道 被确定了 所以反而无线的 容易被抓到 容易被找到 反而用有线的 因为你又装在几楼 装在离他 要路的地方 有一段距离 反而不会被抓到 尤其 如果这个机房 再拉两条线 拉到房间里面 假如三楼 我住个房间 把它拉到房间里面 然后再在房间 这边路的话 那更是安全 当然现在没有这么讲 所以整个 大家看到了 这个录音 就是这么简单 那到底 这个录音 是真的 有录音 还是说 这是一个假违犯呢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再回到现场 这个确定案 现在台北地检署 也分案在调查 不是只有警察在查 现在地检署 主动 分案在调查 1104专案 那查的会怎么样呢 现在警方 有没有碰到 瓶颈呢 还有听说 今天下午 有一个关键的证人 那会到 警察局去作证 那这个关键的证人 是谁呢 来 我们看个相关报道 各文哲办公室 遭到窃听案 在选举前 投下震撼弹 为了查出幕后黑手 到底是谁 北检已经分案调查 但警方 目前遇到大难题 就是整栋大楼 完全没有监视器 警方原本以为 在一楼柜台 电梯外侧 和电梯里 至少会有三只监视器 没想到来到现场 调约后 才发现整栋大楼 一楼到十二楼 甚至车道口 通通都没有装设监视器 目前只能从旁边店家 和路口画面 过滤可疑人口 但这些监视器 都就拍到自家门口 让侦办进度 大大停止 监视器踢到底也办 现在只能从 电信机房的指纹 来下手 但就怕有些人士 犯案前 已经戴了手套 根本没办法采证 尽管真的找到指纹 但如果没前科 同样也是难以追查 录音机这些东西 但是这两条线 为什么接在那边 当然这是他们追查的原因 检方警方统统动起来 只是这场窃听风暴 是乌龙还是真有其人 能不能在选前查出来 都还是个未知数 所以我们看到了 这整个警察在办 不过现在第一个平局 这栋大楼是旧大楼 没有监视器 那怎么办呢 所以谁进出 那显然就没有录到了 不过下午警方已经要传讯一个秘密的证人 那这个证人 根据我们三立独家取得的一些讯息 这个证人是一个电信业者 是一个电信业者 那为什么会找这个电信业者呢 为什么会找他呢 是有什么原因吗 这条线本来就存在吗 就像说苹果日报提的 大家看到 对不起 有一个他说 确听技术是古董级的 这种古董级的 历年来只有真信业者在夹高 确听才会用到这个技术 其他几乎都是用无限的 但是因为无限只要一扫描 那有这些无限的波段 马上都破了 所以呢 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 那中华电信 去查办这个影片 我们现在也要还原 让大家了解说 中华电信到底怎么来确定 这个线的确是接到九楼的电话呢 来我们看看整个影片 查办影片的这个大还原来 这是第二条 这是第二条 想了 02 2706 765 对就是这只 这只也是我们办公这些话 喂 杨先生 就像这个两只都有确认的 两只确认 来第三只 其他没有 没有 就这两只 其他没有 好 那就这样 嗨 可可姐 你看这样子 整个影片的大还原 的确这个线 就是接到了九楼嘛 那现在有人讲 其实最危险的地方 最安全的地方 最传统 也是最不容易被抓到的 所以 但是现在曝光了 怎么看呢 其实这个 如果说 要防止被知道 然后 有一些人 他避免用最新的技术 或者是一种考虑 那还有一种考虑 当然就是说 你如果用的是 最传统的方式 然后你使用的 这个帮你跑腿的人 又都是最 这个不引起注意的 那可能也是一个好方法 但是不管怎样 到目前为止 他确实是一个窃听 他不是前面 所留下来的一个线 那他为什么要去窃听 而且只窃听电话线 那窃听到这个电话内容 那大家办公室里面 所讲话的 你可不可以这个录到 其实这些都需要有真相 因此地检署啊 或者是检察官啊 警方 他们在快快的时候 把这件事情 离奇的那项 是非常需要的 因为我们这个社会 会有点不安啊 那以后我随便拿你 买你 你刚刚不是说 几百块就有了吗 那我随便拿一个 几百块钱 就老鼠线啊 什么鼠尾线啊 这个夹子啊 就可以去录别人吗 一条线50块 其实我们以前啊 这个要跑新闻的时候 我们几乎每个人 也都有这个设备 对不对 只要一夹就可以 因为我要访问人家的时候嘛 那要录音 以前没有手机 可以录音啊 的设备 大家几乎都有 只是我觉得这些事情 他是切割面看的 那蔡正元 他比较不道德的 而且也比较不聪明的方法 就是说 他第一时间说 这个是人家的脚尾犯 他先给人家挂一个帽子 人家是自导自演 这个是不道德 因为切听是应该被批判的 那也没人讲是你 那你说不是你就算了吗 你说如果是我就退出政坛 那也就算了 可是他作为一个 执行总干是一个大党头 他导引连胜文这个候选人进入一个自己没有办法自拔 而且没有办法退场的一种说辞 那连胜文一开始 连胜文对切听这件事情本身的态度就不够严肃 他还这个哥伦比亚大学学法的 切听是违反人权 是这个涉嫌这个妨碍人家隐私的一件事 违反宪法 秘密通信自由 对这件事情本身就要谴责 所以我昨天对于这个王金平院长的说法 我还觉得十分值得 至少这一段话值得敬重 他说不可原谅 如果连胜文昨天第一时间的态度 是从宪法保障的这个秘密 这个以及人权的角度来看 然后整真相大白 再说他不是给人家感觉是一个扩然大度吗 但是他不是 他被这个蔡振元这种邪门的一个执行总干事 给捏着鼻子走 要是陈学胜做他的总干事 就不是这样嘛 所以什么叫做 你不要引起我们内斗 这叫做 同样的羽毛的人就放在一起 物以类聚 所以物以类聚的结果 就使得连胜文的面目都开始可证 跟那个蔡振元变双胞胎 那这个是切听 先把切听弄清楚 至于这个蔡振元是不是自己心里变态 有暴露狂 喜欢去暴露人家的东西 这个自己这个有 这个有奇怪的癖好 这是另外一回事 我讲到都想笑 他现在廖青我没有说服你 如果说廖振元 如果说廖振元 我觉得连胜文 或者是连胜文的爸爸 连战先生等等 你看这个整个发展 你去看看连镇先生 还算正派的人呢 那你看看你的那个儿子的执行总案事 没事在脸书上面去铺路人家的事 不觉得很奇怪吗 这种人正常吗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柯文哲他们这里说 柯文哲是领先的 没有必要自导之业 其中警察怀疑因缘线早就存在 他认为说可能早就存在 不过我们三立独家取得的讯息 刚刚我告诉大家 下午警察会传讯一个电信业者 当证人要询问 这个电信业者 他应该就会讲出说 这个因缘线到底当时存不存在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 这个可能这一部分很快也可以澄清 但是刚刚看到中华电信去查 到底有没有接到九楼 现在证明说 的确证实 这个办公室的电话 这个老鼠线 就是这条老鼠线 的确是可以接到九楼电话 而且试过了 所以这个整个影片里面 于燕 这影片我看 刚刚我听到你的声音 你也在里面 对 而且我在那个时候 为了跟你念的中华电信的记证 杨东胜先生 因为我每次跟他讲 叫他打我号码我就念一次 结果昨天各台都公布了我的电话号码 我昨天整天的电话被打到爆 但是这个过程里面很特别就是徐医师刚刚提到的 因为科办政策部门在九楼 还有我们不是上礼拜五搬进去的 谁到选前20天还在搬家 我们是政策部门是在年初的时候就已经在这个九楼办公室 已经十个月 对 是今年年初的 那我们比较少去 可是政策部门固定有七八个人在那里上班 那么也有 我记得也曾经有媒体报导过 但是不常去 所以其实政策部门七八个人早就在这边 那其实有一个特别要强调的就是 这栋大楼的总机的主机房在一楼 在一楼 所以你刚刚看到的那位杨先生真的非常谢谢他 杨先生一进来的时候 因为我们守那个电线就是当天晚上我11点半到的 你看我的衣服 我那一天穿的是牛仔装 你也不会认识我 我是临时被抓过去的 所以穿着牛仔装 平常我不会去用那个衣服 所以怎么说我们操作 新闻操作什么 就是新闻操作的话 不会是这样子 这么仓皇大家跑去现场 那么一楼 一楼才是这个大楼的电话总机 所以杨继正一进去到一楼就跟我说 就说先测一楼跟九楼 那那个时候一楼他测了检查一次说 没有问题一楼没有 那我们又跑去九楼 因为九楼的机房是进的去没有错 可是里面的会议室是有门禁管制的 你真的要去里面放的 就如蔡正元所说 他如果有内鬼 有大嘴巴 或者有他的好朋友要去那开会 他其实只要去那边放一个那一种可以这种随便放在桌子下就可以了 可是事实上没有 当天杨继正在一楼跟九楼都测完了没有 他就转头对我说 一楼一楼九楼没有就不会有了 那我就说别层楼不会有吗 因为在那当晚的十点半左右 这个真性保全业者来帮我们检查的时候 就是他觉得怎么可能一楼九楼没有 他就顺便检查其他楼 所以当时我问了杨继正说 其他楼有没有可能 杨继正说 一般都不会有 一般不会有 一楼九楼没有 因为这栋大楼很特殊 竟然在三楼有电话的分电盘 所以我们就把它带到 因为已经守了一个晚上 所有警察大家等着站在那儿踩紫文 我们把它带到三楼请他检查 检查就是您刚刚看到的影音 就是怎么会三楼 去录到九楼的办公室电话 所以我这个事件让我回去想很久 我们过去去安检的时候 像我们送家入办公室 我们安检当然是安检九楼和八楼 就是已经租了柯文哲办公室 我们也没有想到要去安检七楼 六楼五楼四楼三楼 对不对 它不合理 所以当时一验完之后 杨继正就转头跟我说 这个手法比较复杂 所以他在摸着鼻子跑到一楼去 然后跟我说 这个就是叫做踢擦险 在一楼就像装了分机 其实它是真的古董的手法 装了分机去接到 最传统的 是传统 因为你没有想到 会用那么传统的方法 去做录音的 它录音很普通 你室内电话都这样录 如果一般的 其实你去两高的时候 真信社的确这样录 只是我们一般人 会在一楼跟九楼 想不到是在三楼 想不到在三楼 对不对 所以这个事情 是非常偶然发现的 那是就是是 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没有就是没有 有就是有 所以我们办公室 发现了说奇怪 你三楼线怎么可以打我 是变成是我们办公室的分机 要不要报警 我们是想了一下子 是立刻报警 什么操作 我如果要操作 我会操作得更好 对不对 我如果要放我怎么会 如果是什么 什么这个自导自言 为什么不放一个那个 呃什么样的窃听器就好了 因为就看到了 很直觉的 你就觉得应该报警 可是我更遗憾的是 徐里斯 昨天八晚的时候 好龙斌市长 他在公开向各媒体讲了说 好市长是说 哎呀这是选举伎俩了 我们警察 台北市警徐 是否要介入 是否适合介入 他觉得不一定 好市长觉得 我报案了 我做一个台北市民报案了 请求查办说 办公室的电话被接出来 然后被这样子 可能已经抓到窃听线了 我没有抓到窃听器 我抓到窃听器线了 结果你跟我说 要不要办 台北市警察局要不要办 他还在考虑 我觉得好生气 不过我们看到 参政员公布的那个名单 接下来就出现 这个老鼠尾的事情 那这个名单 现在有几个人否认 第一个 那就是 这个刘英雄 他说没有啦 没有啦 我没有答应 还有第二个 丁渝州 丁渝州说 没有耶 我没有答应 不过我两边都不帮 这很奇怪 那为什么后面 还加了一句说 我两边都不帮 那他不是男赢的吗 为什么两边都不帮呢 第三个林怀明 那这是苹果的独家 苹果说林怀明的名单 确诊出现在科办的内部文件 科办的内部文件 其中提到11月19号 林怀明要请他出来 伴随着市政顾问团 那现在林怀明已经否认了 好 那接下来还有一些人 不再提了 那所以换句要讲 林怀明的确曾经出现在名单 所以换句要讲 诶 亭卫 这样看起来 这个公布名单真的有用耶 很多人就退却了耶 其实刚好今天在场的五位 都曾经是资深的媒体人 那我刚刚一直想要回答一件事情 因为像我是年轻人的角度的话 看这件事情的话 就会觉得说 你们刚刚在讨论什么老式卡带会干嘛 怎么可能会用那么旧的啊 现在的科技又怎样 可是我脑海只有飘出 老人都用老包啊 因为这一直都是 廉政营一直以来的问题啊 因为他就听不到年轻人在想什么 还有这个整个社会的脉动 潮流到底往哪里走 他居然用这样的方式 那你现在在讲这个名单 怎么样影响到谁 现在年轻人完全都不管 因为原本年轻人对政治呢 其实是很冷漠的 那可是为什么这一次在台北市 这么多年轻人关注他 为什么 因为年轻人很喜欢打电动 线上游戏 那你这样一直在窃听啊 从9月24号以来 你就在那边打说MG149的事情 然后10月31米公布的时候 11月4号又开始又发现了窃听记 在所有的年轻人 包括我自己呢 我们就会认为说 那边就是暗黑势力 我们就是正义的一方 那正义的一方 我们就是要打败这二势力 我们要有智慧要有胆量 那越战越坚强 这是无敌田一刚的歌词 但是呢 现在大家都在流传 就觉得说 我们一定要来帮捍卫科B 要来帮他 所以说我就觉得说 那是因为你支持科B才这么讲吧 不是不是真的 我是觉得连正义 连正义一直以来 他是这样一直用来 你确定是连正义做的吗 评论你 我不太赞成你前面讲说 是什么 这个是连正义的老的老部数 这个因为还没有证据 不能这样说 而且支持连科文哲 也不是只有年轻人吗 这个 只是比较能够掌握的 这种做法 这种讲法 跟我们今天的主题 是有点差别 因为我跟丁宇舟先生是熟识的 他为什么说两遍都不停 所以 我讲一下 林怀明先生 是在蔡正元的脸书里面 是把人家林怀明 凑批判一顿的 因为他还晓得说什么 柯P正义 要把林怀明一个大大的一个 壮大的出场等等 对不对 那还把它批判成 以前他曾经在 陈水扁的时候 2000年的时候 曾经是陈水扁的 这个顾问团之一 那蔡正元实在是 这个你怎么 这个没有莫名其妙 不晓得真相情况之下 就先羞辱了这个林怀明 那至于林怀明 是不是他的顾问团 重不重要 当然不重要 因为林怀明是国宝 谁都可以把它当成顾问 至于丁玉州先生 昨天他确实有跟我打电话 那那个丁玉州是 李登辉总统时代的 国安会的秘书长 那他这个 其实对马英九总统 是不假辞色的 因为马总统的 那个国安会秘书长金普聪 他的这个巡防啊 这个各地 他曾经接受访问 在自由时报 跟其他的媒体上 也都批评过 那他是非常 这个有能力的一位 丁玉州的最好的朋友 也是他的最 这个优秀的属下 就是国安会的 副秘书长张荣峰 那据我知道 柯文哲先生的阵营 有去请教过张荣峰先生 因为张荣峰有一个战略学会 那个战略学会 目前他是一个 等于说是一个咨询的角色 所有的企业 他还帮政府做过咨询啊 做SARS的预防啊 等等的 只要政府出钱 他就帮你做这个 一些咨询 就战略战术 谈判啊 什么都有 甚至于帮陆委会做过 赖信员以前也找过张荣峰 所以柯文哲先生的阵营 曾经请教过张荣峰先生 就说怎么做一个好的领导人 那张荣峰是一个 非常优秀的一个战略的 一个幕僚 那张荣峰又跟 地狱洲好朋友 所以他们在内部 讨论的时候呢 那柯文哲阵营 当然就从张荣峰先生 或说类似的 他的这个朋友那里 听到地狱洲的名字 所以地狱洲的名字 确实是在 柯文哲先生的 这个 他的政策部的部门里面 讨论过 那地狱洲也了解 但是根本都还没有接触 而且地狱洲早就跟张荣峰 跟我们这些朋友都说过 他不介入政治 他是不介入 因为他退休非常多年了 所以他是无谓做干扰 他昨天还打电话跟我说 哎呦 我就是为了这个名字出现了 就受到很大的干扰 他说请你帮我解释 我绝对不是说 喜欢这个或是不喜欢那个 是我不要介入政治 那其实 不要介入政治 也是一种表态 特别是蓝营的人 当他不介入政治 也就是说 当他不表态要出来 投连圣文的时候 其实也是一种表态 所以蔡正元 他基本上是 是偷击不着18名 你会让很多的人出来说 我不是柯P的顾问 那怎样 那我是投连圣文吗 他说他两遍都 所以这就是 偷击不着18名 再等一下 我再花一分钟解释 你刚刚讲的操作 因为这个问题 我也觉得很生气 所以我也去了解了一下 这个绝对是冤枉柯P阵营 因为在10点40的时候 我都不认为他是制导 10点40 晚上10点40 左右在11点中间 记者就是 ET Today 新闻云的记者 也是从脸书上发现 蔡正元 披露了顾问团的名单 那那个时候呢 刚好 他们的阵营 就真的又在扫 这个窃听器 窃听设备 已经扫出来 10点半已经扫出来了 所以你们打电话 他们打电话给 在外面的姚立明 跟简余燕这些人 叫他们回去 那姚立明就告诉对方说 告诉那个柯P办公室的人说 那你们要不要报警 那大家决定要报警 对不对 就在这个时候 姚立明要处理两件事 就一件他赶快回办公室 要处理报警 那另外一件事呢 就是很多记者在找他 说那个蔡正元 公布了你们的顾问团的名单 所以呢 就在ETToday这个记者 他打电话给姚立明的时候 姚立明回答一句说 我现在正在忙着处理办公室 发现窃听器的事 所以才会发现 这么一句话 ETToday的记者 新闻云的记者 就独家报道了 柯文哲办公室有窃听器 那中间这个差别 这个我想 因为我们都是记者 我们如果了解了 这个真相之后 就比较容易评论 这件事情的前后的发展 所以立宏这样整个看起来 自导自演 连燕博都认为不太可能 机会太小了 想不到 这已经赢这么多了 所以不太可能 然后现在在讲说 到底这一些 用这么low的技术 传统的技术 怎么这么航班 这不是航班的问题 这不是技术性的问题 不是技术性的问题 我再次强调 我刚刚就趁着大家的讲话说 我自己就把 我刚刚讲过那个纸 我就把它做成了这个 这个电脑档 重点是蔡正元 怎么会有科营的机密 他可能是透过第一个 窃取 窃听 他也可能透过窃取 也可能透过 连阵营在科阵营的内鬼 或者是科阵营 有人泄密大嘴巴 或者是其他方式 现在你说窃听 确实刚好 这个科办公室 科文哲办公室 他们在抓窃听 也抓到了老鼠县 但是今天 你如果没办法找到 窃听者 执行窃听的人 好 你没办法找到 执行窃听的人 那么即便你找到 执行窃听的人 你也无从把这个人 让他有足够的证据 或叫他供出来 我就是连阵营 某某某叫我来的 如果你没办法 有这样的具体证据 你要把整个事件 就说 这个蔡正元是窃听来的 我想这个事情 你没有直接证据 所以我必须讲 这个事件 根本不是窃听门的事件 这个事件不是窃听门的事件 这个事件重点还是在 蔡正元怎么会有 柯正英的机密 而且一而再再而三的 非常高兴的 在他的脸书上公告 今天又公告了 人家的作战计划 就告诉你 我对你的阵营 劳如如指掌 那会让人家觉得说 你所谓何来 你到底 你到底在 你柯正英里头 你们到底玩了 什么样不正当的手法 所以要叫柯B退学 你看我都知道你要玩什么 是吧 怎么可能吗 所以我必须要这样讲 整个事件被演成一个窃听的技术性的问题 我根本是转移焦点 我完全全交易里面 所以本时在蔡正元 你的资料怎么来的 本时在蔡正元 你资料怎么来 而且你怎么会想到 怎么会 我必须讲 我相信 真的 你用正常人的想法 你作为一个连阵营的总干事 你去披露对手阵营 这个我相信在西方真正的民主国家 在美国这种事情是匪夷所持的 这没政治道德 我有部分赞成 我部分不赞成 就是说你去拿别人的资料 这个说实在 你拿了不可能公布 他为什么会有反人格特质去公布 我不了解 但是另外一部分 你说到反人格特质啊 对 讲得好 这不太像是一般选举老将会有的作为 这是明显犯错 而且一而再再而三 那你要去破人家的梗 你认为公布是犯错吗 犯错 严重犯错 而且 严重犯错 这是两个错 第一个你这样公布以后 人家会问说 那你不是窃听来的 是怎么来的 这是第一个错 第二个 窃听刚刚我们在讲说 如果不是柯P自导自演 那他们柯P阵营很有委屈 那连阵营无望之灾 不是也很委屈吗 那这个事情 怎么会是无望之灾 今天是柯 现在是蔡震员 就是窃听的事件 但是蔡震员 你不去公布 就是窃听 怎么会无望之灾 这个完全不在无望之灾 所以就变成 两个都起来 如果是一个巧合 这个事件对连阵营 如果在11月28号之前 没有办法 真相大白 这蔡震员自己搞的 连阵营受到很大的伤害 我要讲我自己的亲身建议 就是2006年 我帮黄军在高雄选举的时候 一个晚上走路宫事件 就让整个选举翻盘 当天晚上选举活动截止之后 陈居阵营开记者会说 走路宫抓到了 然后说是在当天晚上 动员的时候 用针口相机 由青年军 录到了黄军买票 到现在为止八年了 陈居做过两任市场 竞选第三任 到目前为止 走路宫没有真相 可是黄军落选了 有没有人被抓去关 有吧 没有 有 有一个人 幸苦的 有两个人是被抓去关的 但是那一个人还死掉了 意外就离奇死掉 然后黄军英 到底是不是他做的 就像今天 所有的矛头 都好像指向是连正英 你做的窃听 当时那一刹那间 就把所有的力量 都认为是走路宫是黄军英 我才跟陈居当场 跟陈居当场呛吓说 我很尊重你 如果你今天 证明这个走路宫事件 不是你黄军英做的 要不要再重新来一次 那现在林 蔡正宁公布这个 如果连正宁就像你讲的 你认为他公布 这个名单是错的 这个拿到这个 甚至说 蔡正宁这个动作 是反能格特质 那连正宁应该制止他呀 连正宁要不要处理 对你连正宁也不正常 蔡正宁这样做下去 真的是给 这个连正宁找来很大 那连正宁为什么不反应呢 你这句话 你这句话是要劝告连正宁吗 这件事情 确实 无望之灾嘛 你本来选在 已经民调落很辛苦了 现在这窃听风暴 一出来以后 今天 柯P正宁说 我们是无辜的 然后连正宁变成 你好像是那个 在后面识作的人 你看你民调做出来 说到底相不相信说 这个是不是 连正宁所作所为 一定有 一定有观众朋友 一定会觉得说 就是连正宁 因为今天是蔡正宁 这完全是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 我们从来不知道 是谁 人家如果觉得冤枉 那要是蔡正宁搞出来了 那连正宁要怎么办呢 那你蔡正宁一直公布东西啊 那你到今天 还在公布人家的作战计划 所以我不太了解 蔡正宁的选战谋略太高明了 我看不懂 我要来说一下 连正宁没有办法制止 蔡正宁用这种 邪门歪道不正常 也许他有他的特殊战好 我如果是连正宁 我这样讲 我当然不是连正宁 我也希望我成为连正宁 吃喝不用愁 你还是别做他比较好 但是我要讲 如果我是连正宁 我会先去问蔡正宁 这干嘛这样做呢 你献我于不义 对啊 我作为一个候选人 你是我总干事 你去拿别人的东西出来公告 你会献我于不义 如果一个正常人应该讲 你怎么可以这样做 是不是 可他还站在那里 他还跟着蔡正宁出来讲 这是选举的诈述 谁诈述啊 今天如果是诈述 那诈述的起点是你蔡正元咯 因为蔡正元你自己 整个事件是你起的头 是你在脸书公布了 这一份顾问团名单 现在又继续 那怎么会变成 采放别人找诈述呢 大家看这是今天最新的新闻 蔡正元再报 柯文哲选战的规划 既公布顾问团的名单以后 再报柯文哲的选战规划 人家的选战规划 他怎么会知道呢 他怎么又报出来呢 所以从这里来讲 这个越看越奇怪 一般来讲 如果我们能知道 对手阵营的步数 对手阵营的行程 对手阵营的各方面的 所有的方式 要怎么样的选举 如果我们得知 如果我们得知 就像我们这些采访记者一样 就是要一天到晚就挖内幕 如果我们这候选人 得知对手阵营的话 我一般来讲不会公布 通过什么公布 就一看了以后说 好 那我想用我用我的办法 去想办法去反制对手 不会公布说 让大家知道说 我有你这个东西 但我坦白讲 这个蔡正云 我现在想得懂了 我看不懂了 他今天公布这个 只是想这么一件事情 说你看 现在没有窃听了 我还是知道你们的内容 表示我不是窃听了 但是这个内容搞不好 跟窃听一起来的 只不过我慢一点公布而已 有没有可能 我是原来知道 没有 我觉得窃听 跟蔡正云知不知道这个事情 这可能要做一个切割 你要说有没有一个正相关 我觉得是没有那么大的正相关 所以要看有没有内鬼吧 蔡正云怎么会再继续公布 人家的选战规划呢 还在继续公布 所以换句话讲 这消息怎么来的 这才是真正的重点 蔡正云要不要讲清楚了 休息一下再回到现场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地检署 正式的这些都已经出来了 新闻稿都出来了 柯文哲办公室被确听案 北检分案调查 所以我们所了解的 现在警察还在查 所以整栋大楼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看看 蔡正云在他的领书怎么写的 这是蔡正云的领书写的 蔡正云说 这个确听案 根本就是假误犯 柯文哲的政策部 是在上星期五才搬进限制的 那现在单单这一部分 刚刚检阅已经提了 他们是其实年初就进去 已经十个月了 所以显然这个讯息不正确 柯文哲声称的老鼠尾 根本就是新版的 对不起 柯文哲声称的老鼠尾的 因缘线 存在那个电信箱 已不知道有多久了 所以这根本就是新版的假违犯 所以 利用 为什么 蔡正云可以这么肯定说 存在那个电信箱很久了 为什么他可以这么肯定讲这句话 其实蔡正云 我长期观察他的风格 他这个人风格 长起来就是理歪而气壮 理歪而气壮 也就是说他永远在 不管是在同台辩论的时候 或者是在选举台上 也就是说 他所采取的方式就是 你攻击我 我会比用更大的声音 更坚决的态度反击 那在让人家觉得好像 蔡正云没理亏啊 一般来讲 如果做了什么事情 会有一种觉得 哎呀我心虚 没有 蔡正云永远表现出来 就是我理直气壮啊 好 那这是蔡正云的风格啦 不过 我们要来讲 如果要说脚尾犯的话 你要说脚尾犯是 就是过去我们的新闻同业 他是从头到尾制造的 王玉成 对 他从头到尾去制造的 就是人家明明不是 拿脚尾犯去做这控肉 结果呢 你硬是制造了一个新闻 产生了社会恐慌 但是我再次强调 这一波争议的起点 如果有任何诈述或脚尾犯 的那个起点 是你蔡正元在脸书上 公布了柯正云的机密 这才是事件的起点 所以我们必须说 这个台湾怎么会走到今天 包括我们也看到若干媒体 也参与了进去 我们都知道 其实媒体也可 当然你有自己的意识形态 你有自己的支持对象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 是非曲直是很清楚的 如果没有蔡正元做那个动作 去在脸书上公布柯正云的名单 媒体不会有兴趣 这个事件从头到尾没有发生 关键就是在 所有一切的问题的起点 是你蔡正元做的那个动作 我们不知道蔡正元做的动作 所谓何来 他虽然说是要破梗 破梗也不需要你亲自操作 破梗有太多的手法可以做 所以我们以前也曾经 媒体上都讲了 一百次破人家独家 对不对 要破梗有太多东西 可以去做到的这样的事情 我还是要讲一件事 今天是出了问题 还是硬要拗 包括这个陈学胜委员刚刚也讲 他觉得蔡正元 他怀疑他即便是开玩笑 他说怀疑蔡正元是不是 是不是 可逼派来的 昨天李星 开玩笑 再讲一下 好没关系 那太满藏了 昨天李星也说蔡正元是被设计的 是被设计的 就是说哎呀 这柯文哲阵营 哇厉害到就是我为消息给蔡正元 蔡正元被设计的间列信息 把他弄出来 从头到尾 就是柯文哲阵营的全谋 好厉害 我突然觉得 那你讲的讲成这样子 那关键还是蔡正元 难道你笨到你需要去公布这个东西吗 是不是 所以一切的起点 我再次强调 只有就是蔡正元 为什么要公告人家的 这个所谓的顾问团名单 而且是你自己的脸书上公告 这是一切问题的起点 林胜文更让我觉得说 这个人 怎么讲 真的是个公子哥 公子哥 为什么 其实难道他没有基本的是非判断能力吗 他法律系的 如果真的有基本判断能力 他应该谴责蔡正元的 如果他今天谴责蔡正元 我觉得他得分 但是他却反复过来讲 人家使用诈述 是变成就指控一个权益受损 被人家窃取机密的 柯文哲阵营说人家使用诈述 那我还是一句话 那诈述的起点 不就是你柯文哲 就是你的柯文哲的名单 被你蔡正元公布吗 所以我支持 程序上委员刚刚的玩笑话 蔡正元 是柯文哲阵营派去的 那就很奇怪 不过我们看蔡正元书这一段 还是玩笑 柯家班的国政顾问团 柯家班柯文哲 他说陈水扁以前 为消除执政经验不足的疑虑 搞了一个国政顾问团 柯文哲作为一个扁迷 当然有样学样 也搞了一个包山包海的 柯家班顾问团 那其中你看我们来看他 他说有一个组是不公开的 就是负责警政治安的丁渝州 但丁渝州同时也与 联总部主委陈炯松是好朋友 真相如何慢慢看 看的结果是丁渝州说 他两边都不挺 也不挺你柯文哲 也不挺你连胜文 再看 另有一个文化艺术组 由林怀明负责 林怀明当过陈水扁的国政顾问 去帮柯文哲撑场面 不意外 柯文哲想神秘兮兮的 替林怀明搞个盛大出场仪式 连这个他都知道 重复陈水扁的巨码 实在没什么看头 他就又把他讲出来 柯文哲想用看电影 或听音乐会的形式 把这五百个人 这个顾问团 介绍出场 提不出像样的市政方案 个顾问团出场 像马戏团 他先把顾问团像马戏团 说很无聊 再看看柯家班的名单如下 一二三四十四 所以换句话讲 柯柯姐 这真的 不是普通的 所以再加上说 他现在把人家 连选战规划 他进一步又公布了 所以这样整个讲起来 这个事情 会一直延消到选举完吗 还是怎么样 蔡正元打的就是 负面选战 乌贼战 乌尼战 这个是一开始的时候 连胜文他接受访问的时候 我记得他是接受晚报访问 当天头条是说 他要请出蔡正元 做负面选战的高手 所以蔡正元的责任就是要打这个乌贼 这个泥巴 而且是讲难听一点 现在已经是粪便战了 那蔡正元的责任就是如此 可是在这个同时 就像这个学生 你们长期他们选举 知道你这个 这种战法 固然你的这个 主子连胜文 可能会 这个 龙心大悦 可是对你的选情来讲 不见得是有帮助的 特别是 丁渝州这个部分 本来丁渝州你怎么样 据我知道他都不会站出来的 因为他不想介入政治的纷争 可是你今天让他否认 否认到说 我不挺连胜文 丁渝州是蓝军中的蓝军 这个他是正蓝的将军出身 你把他逼到他出来说 我两边都不挺 这就跟那个宋楚瑜一样嘛 那宋楚瑜也会被你这个 人家这个本来就是要中立 结果你把人家骂个七老八十 什么肆余价值被这个挤干净了 榨干净了之后 他又说我两边都不挺 现在对蓝银来讲 就是说蓝银不站出来 那就是一种表态呀 我不知道他们在幻想什么东西 现在台北的蓝银还有六成吗 台北的现在表态自己是蓝银的人 在这个民调历来的 TVBS啊 联合报等等 中国时报 他自称自己是蓝银的 细部分析已经只剩四成了耶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们还在包围连胜文 最重要就是说 蔡正元负责去骗这个连胜文 连胜文好像就是一个 那个阿斗小君王一样的 就是被人家那个 这个不管他是什么皇帝啊 反正历史上那些奇怪的小皇帝们 就被这样包起来 然后旁边这个 蔡正元这一类的人 就在欢呼 哦又扔了一个鞭炮出去 炸人 这边又响了 那边又响了 怎么有这种选举的打法呢 这个完全失去正常的判断 但是连胜文就算他是一个 这个聂红奖的公子 连战你就算已经七老八十了 连老先生也七老八十了 你总有一个正常的判断吧 难道你国民党中央 国民党里面像那个 主公会主委苏俊宾 头脑清楚啊 曾永泉你在全盟 你在据说曾永泉规定 你们国民党的这个民意代表们 不准上台说选情悲观的 就算再悲观都要说选得上 那这个要自己催眠 这是 用自我催眠 这是季国东说的 这就不准说命运已定 也不准说这个选不上 一定要选说 一定会选上 那就算是如此的话 你们总要劝一劝 这个连胜文 把这个蔡振元给压制一下吧 这蔡振元继续搞下去失控啊 蔡振元说柯营要收买蓝军 当然要破装 因为柯振营是用收买利诱的手段 要蓝军阵营的人靠过去 那你们是侮辱所有蓝的吗 蓝军的人都是要被收买利诱的吗 我真的感到很难过 你们柯振营从来都没有来跟我接触过 没有收买也没有利诱 我们相信彦博不是这种人 显然我好像不是卡 我们也从来不会去收买人家 第一个我要讲的是说 连胜文这个部分 当听到这个被有这种窃听 疑案的这种事情的时候 他第一个反应我觉得是非常自然的 很显然他这个是一个真正性集中人 为什么 从过去我们刚才学生委员有讲到一个 左路工事件 然后后面还有个吴敦一的露营带事件 那又一个319枪击案这个事件 对一个蓝营的这个选民来讲 或是蓝营的阵营的人来讲 第一个听到这么窃听 而是从这个柯文哲总部 现在发出来的这样的这种讯解来讲 他们第一个反应就会说 是不是又是一个另外一个 跟乌龙事件一个奥婆事件 就我们这种蓝营的人来讲 我们第一个反应也是这样 但为什么 但是我们实际的回想其实奇怪 这个时候出这个事件 好像有一点时间上面好像有点早 而且时间上面那个 好像也没有这样的必要 所以我们在前期待的是什么 期待说赶快把这个事实真相还原出来 当然柯正营他要小心一点 对不对 这个看看有没有人要窃听 或是有没有人要来偷取你们的资料 你们自己要小心这个 这个是一定的道理 但是这个整个事件来讲的话 到底是不是真的是窃听案 还是说那个线就真的是 前面的工人留下来的 或是要什么样的东西 没有打扫干净什么的 留下来这个事件 我们要还原真相 否则的话真的 坦白讲这个窃听案 如果窃到国际 或是窃到这个 我们整个台湾的 这个对台湾的民主政治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 那我们看一下 现在柯正营民调 当然都是赢十几% 柯文哲的大营会被翻盘吗 大家都在看 也就是说 现在国民党有很多的力量 要来抢救圣文大兵 包括谁 买酒出手了 连江仪化都出手 那当然朱立伦出来 这大家都知道 胜利连线早就出来了 那现在这两个出来 到底怎么一回事 真的 抢救圣文大兵 连太太都出来了 所以我们看一下 怎么来抢救圣文大兵 好漂亮哦 抱一下 哎呦 民众要抱抱 蔡一山有求必应 配上温暖笑容 让她第一次夜市扫街 人气还是红不让 圣文圣文圣文 登山登山登山 让国民党连赛好不好 让国民党连赛好不好 穿上连胜文竞选背心 瞬间国民党主席的总统 马英九化身最佳补选员 不像造势大会站在舞台上 也没有扫街车队 而是和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 连胜文徒步在西门町扫街 明明是要扫街拜票 大批文案人员反倒让马总统 连胜文和民众彻底勾开 却打不了抗议声浪 还有抗议民众想要喊口号 立刻被驾进路旁店家 连包包的背带都被扯断 马总统有过上次西门町 IP出巡是败光选票 不是败票的经验之后 还是一心想要马连合体扫街 中国突然来个大转变 临时放弃扫街念头 只送不陪 致辞短短90秒钟 立即快闪离开 扫街马就交给连胜文和郝龙斌 连胜文看到哪里有人就往哪里冲 郝龙斌慢调私礼 还有些放空 我在外面假如有人要叫向 或者拉票还顺便 一定要任何时都在一起 分工对 看到连好两人来扫街 有人热情 有人冷冰冰 所以看到蔡一山去扫街 那当然有人一定很热情 但是也有媒体报道说 整个气氛很冷 所以冷热之间 我想饮水自知 大家都知道 不过蔡政员今天的媒体有提到 蔡政员说 蔡一山去扫街的所有的行程 都是他排的 因为他总干事 不过柯文哲的大营会被翻盘吗 有一句话大家看 没想到柯文哲对这个不表认同 就是说会大营 应该会显胜 他说什么 他严肃地跟幕僚分析 民调小营最后会变成以小书收场 我们的选战战略不能定得这么保守 要以民调大营作为目标 语言这什么意思 其实柯医师做事情 你想他是很认真的学生 所以他每个事情有他的战略 他的想法 这场选战纯粹就是他 他直接 我们其实也可以说他自己本人 来操盘 打一场他所要的不同的选战 所以他的确 到现在前段时间公布的民调 这样的一个十几%的话 如果折合到中间不表态的 还有隐姓选民的话 那顶多就是显胜或伯仲之间 所以对柯医师来说 这个就是他作为医师的一个基本的态度 所以到目前为止 他一直讲窃听窃听 柯医师从第一天就来讲说 有了一条窃听线的发现 就是有一条窃听线的发现 为什么要说我们自导自言 那有就是有 那现在只是说报案 希望你查清楚而已 为什么对郝龙斌也出来骂 然后连胜文也骂说 难道是外星人吗 好像我们去报案很不应该 尤其这个蔡正元他刚刚说的 就是徐医师念的 说那个阴源线 在那个电信箱 不知道有多久了 奇怪 他怎么会知道 他就有知道 因为我看到的时候 你怎么知道 已经在那里很久了 他什么都知道 然后他还说 我们政策部是在上星期五 那怎么会上星期五搬进去 真的太不合理了 那阴源线在那里有多久 我们是真的心里不知道 才去恳求警察 拜托你好好的办 没想到惹了一身心 变得好像说 我们不应该报案 那台北市民不报案吗 那所以这场选举 打到了此刻 我们真的很希望说 不要再是MG149的翻版 希望能够说 让我们谈谈政策 打一打一个不一样的选战 那所以今天上 我们其实开了一场记者会 今天媒体又全部没有报 我们就是想要办一场不一样的 这样的嘉年华会 然后让大家所有的庶民们 市民们自己在这里 你们记者会说什么 我真的不知道 我们的痛苦在这里 我们开了我们的政策 政策的记者会 已经开了三十几场 然后城市小旅行 也就是蔡振元说的 你会刊的地址散 我还要谢谢蔡振元 如果不是他讲了这几个东西 我们一直都见不了报 就我们昨天当旅刊完旧的市议会 谈了旧市议会前面 整个台北市的台北火车站的 以后的想象 这样那结果但是 还是蔡振元帮我们曝露出来 那我们今天提的就是说 蔡振元帮他曝露政策啊 你知道但是还曝露了 柯P去过哪里 连正英去过哪里还没有人讲 对所以 你又要讲说他是 意思说这一次所有 那个曝光全部都因为被黑心油事件 全部事件都被掩盖了 大家都没有曝光 大家都没曝光 对对对对 你意思是大家都没有 多代主持人 这个事情就是曝露了这个顾问团 在我们内部里面 其实引发了相当大的压力 到了目前还在善后 还在一通一通电话来去解释 为什么怎么样 那的确也有人就觉得 那还是不要 就跟丁玉舟先生一样 说我还是不要碰政治好了 还是有人因此而有所退缩 那另外一半的人就说 我本来不想出来的 我本来只想让你挂个名而已 但你现在你游行我也要去了 因为蔡正元把我骂得太不堪了 什么叫玩人 那个是 五百玩人 对 他说太元五百玩人 就五百个顾问 那是五百顾问 跟玩人有什么关系 蔡正元这样消遣人家 那我想今天的选取 这样摔人家 说是五百玩人 五百玩人最后不是都 五百玩人是做股了 对啊 他把那个顾换成另外一个顾了 这样子啊 不会吧 所以这个跟对我们造成很大伤 那我再请教你一个问题 百分之四十五 那柯文哲民调现在都四十几% 可是没有超过百分之四十五 他说这是绿营的钢铁天花板 换句话讲说 他与蓝绿无关 历来的市长候选人 在四年前好文兵的此刻的民调 他是到选前几天 从这个时候大概四十三 他比去四年前的好文兵此刻 选前二十天大概是四十三 好文兵到选前 就可以公布民调的最后一次是四十九 所以也没有超过五成 也没有超过五成 但是这个不是评估选情 因为我们看民调 还是要看是显性一切 我补充一下 为什么是钢铁天花板 是还记得那个陈水扁 在选台北市长那一次 对 他夹着他的所谓的 这个高的这个市政满意度什么的 那一次在做 跟马英九做对决的时候 马英九是百分之五十一点多嘛 那个陈水扁那一次 声望最高的时候 是在台北市 是拿到将近百分之四十六 对 所以彦博兄讲到的关键 这就是天花板 那个到目前为止来看 整个扣人者的民调一直到现在 一直没办法突破 没有突破那个 陈水扁的障碍 彦博兄讲到的关键 对 为什么没办法突破 大家都在看这个 严重文团队 他现在每天努力要讲的 就是说 这就是蓝绿对决 那就是阿扁效应 或者张景深出来政策会 就说那个是阿扁时代 陆我爹怎么样 他努力要做 其实只是连结蓝绿 希望召唤蓝绿对抗的灵魂出来 那可是就要一直跟你讲说 那柯P的身边有各种人 包括你情义的对象里面 也包括你在脸书里面 这个连阵营所骂的 这么多的蓝军的朋友了 那你难道不会 为什么连阵营不会想一下说 一场不一样的选举 那他在蓝绿 在50岁以下的繁离 几乎已经打破了 那所以我们希望让选举 变成一个正向的力量 为什么连阵营不愿意呢 所以看到新党的趋兆祥 邓家基 他已经离开了 不是 我跟你讲 这个特别想到 还有个魏毅荣 新党的趋兆祥 他是新党 然后又跑到清明党 然后才到这个科学院 所以他是前清明党 然后后来他魏毅荣 又回到国民党 跟我们新党都没有关系 邓家基呢 邓家基也是一样 他们都离开了 他们都曾经是新党的人 然后后来又撇到其他政党去 然后再撇到科学院 这要撇清 他又离开到其他政党 对对对 他如果没有的话 那我们还可以承认 新党也不重要嘛 新党现在才几个百分点 对啊 新党怎么会不重要呢 连正文今天最 新党还有我们支持 我们还有供职人员在啊 新党那个玉木铭 根本就是一个 在台湾根本就是一个 百分比只有这个 个位数的人 根本就是一个 不知道之后 他还是一个赠助人 还是一个政党的主席 讲话报纸都还会报 报纸报 那只有他们那个 申兰的报纸报 今天连正文最惨的就是 他竟然就去报新党 然后被新党挟持 现在啊 在电视上帮他讲话的人是被新党 都是新党的人帮他忙 或是新党出身的人帮他忙 国民党正宗的中间派的正派的国民党 都没有人帮他好好的辩护 现在的连正文是新党的青年军主席 那蔡正元为什么要讲人家难以被收买 或是被这个利诱 他就是前面在批那个邓家机啊 魏英龙啊 跟那个曲照翔 赵仪这些人 赵仪过去还是啊 这个连战的新闻局局长吧 是不是这样 赵仪的那篇文章 杀伤力是非常大的 这就跟宋耀明站出来 做这个证人 批评这个连正文说 国民党不应该这个栽培 像连正文这样的人 杀伤力一样大 宋耀明的爸爸是军人 是军人子弟 是深蓝的正蓝的 现在这个不是意识形态问题 是你连正文是权贵世袭的代表 你连正文自己没有准备好 自己是空包蛋 结果光要靠新党去支持 这才是国民党之休 这什么可能会呢 我们新党支持啊 国民党也支持啊 没有 整个战兰就在支持啊 没有就只有深蓝 有的人没有这种程度 要跑去科文 去科文城那边 那是他个人的选择啊 新党而且在沾连正文的便宜 而且我们新党本来就是深蓝嘛 我们深蓝支持连正文有什么 会有什么那个呢 新党是边缘党 我们不需要 因为我们没有市场候选人啊 新党靠这一次的选举 沾连正文便宜 连正文被沾便宜 还在那边沾沾自喜 真是愚蠢到了极点 台北市这场选举来看的话 我就觉得就是人算不如千算 因为从那个 他们国民党党内初选开始 他们就认为 连正文认为他只要获得提名的话 他一定稳当选了 因为假设我是国民党的话 要争取哪里 一定是争取台北市 这句话是钟小平讲过 杨时秋讲过 杨时秋跟钟小平都这样讲 他说我只要初选过 不管怎么样 国民党任何一个人只要初选过 一定当选台北市长 钟小平跟杨时秋都这么讲过 结果现在他们非常 就是因为 为什么打成这个样子呢 结果他们现在就是非常害怕 他们就在计算数字 因为科匹科医师 他是认为自己应该 就是要步步为营 所以他认为他应该要突破 这个钢铁天花板 所以他说要超过 看有没有办法 就民调可以高一点 结果现在反而呢 就是让他们 把他当成数学 他怕科正影这边 一直加分上去 所以说他们刚刚说 政策啊政界 全部都被这个乌贼战 全部都延灭了 可是没想到 反而因为这个窃听的风波 整个反而让他们整个扣分 虽然也许这件事情 不是他们做的 扣分吗 新的名字还没出来 不一定哦 有受伤害 一定会有受伤害 跟你讲 如果这样打下去的话 我还是要强调的 不相信的人不相信 但是相信人 就还是会相信人 所以不管怎么样 连赛还影响到很多心 我觉得连胜文不管怎么样 他一定会因为这个事情受伤 所以还是会受伤 你也认为受伤 我觉得最无望之灾 应该是台北市很多 蓝营的候选人 议员候选人 为什么 因为绝对跟他们没有关系 绝对没有 可是如果说 今天不要说蓝营的铁票 什么就投给柯胜营 就不出来投票 这对蓝营的新员候选人 其实就 不过学者是这样讲 学生 学者是这样讲说 影响不大 确定案能否朝选情 他说影响不大 这说实在 如果今天领先 今天如果领先 这句话可以这样讲 但你现在在落后的时候 所有的负面的受伤 都会累积成你最后选举的结果 所以绝对不要掉以轻心 连柯P领先都在讲 你如果民调不大赢 你怎么可能会有小云的机会 所以我觉得 这个事件对连赛真的有伤害 所以我觉得要赶快直选 但也许 也许蔡正宏有她的想法 因为透过这样的事件 不断不断打 也许选在那边热起来 你一直讲她有什么想法 问题是想法你又不懂 我摸不透 但也许慢慢打 像这个议题 吵到后来 刚刚彦博讲 信者横信 不信者不信的时候 各自归队 会打成蓝绿对地 难讲 我刚刚跟你讲 难讲 这个议题 这个切天的议题 如果柯文哲正宏 如果一直打下去的话 打到只有反而是激化 蓝绝群 我补充一句 我们没有任何人在打这个议题 我就单纯那天 穿着家居服 劈着牛仔服 冲去现场 去报了一个案 所以啊 到底 这个确定案 会不会打一打 最后变成蓝绿对地 也许这都是 蔡正元的算盘 也不一定啊 如果是这样子的 那也蛮厉害的 不过 学生还是看不懂 看不懂 不过蔡正元 是你有想法的人 休息一下 我们再回到现场 我们来接受 观众朋友 林口一的意见 桃园林先生 你好林先生 喂 我在线上吗 是你好 你在线上 我想讲的是 不容亲死 进城会 不信真理 换不回 关于监听这件事情 只有是非 没有蓝绿 如果今天监听这件事情 涉及连胜文 或连阵影的话 连胜文只有退选一途 因为当初 尼克森跟麦高文竞选 即使尼克森当选之后 他在全体的压力之下 他还是修缠的下态 即使到最后 连胜文上来之后 他的正当性在哪里 他能够当然晚四年吗 所以如果说设计的话 连胜文只有退选一途 第二个 什么叫做45%的门槛 赢一票也是赢 赢两票也是赢 什么叫45%的门槛 这件事我实在是听不懂 谢谢 好 谢谢林先生 综合廖先生 你好 廖先生 是 好 已经讲了 是 您好 请讲 我第一点 不要对他移转 独油的焦点 独油是最重要的 包括全台湾 所以 他们目的是在转移焦点 第二 控告地检署 已经在申办了 就可以 我知道 他们是要忽然了事 第三 周易科的T2 的那个案子 应该要加强 再加强攻击 或者转 换那个 那个检察官 第四 关于这个陈彦博 如果我是周易科小姐的话 我马上站起来 把他赏一巴掌 不可以这样 对啊 廖先生 谢谢你 廖先生 谢谢你 我们那个 不要在公共场合讲 但因为那个有涉及暴力 不过T2是连胜文 是应该是要 要你继续冲就对了 好 嘉义林先生 你好 林先生 知识君你好 你好 首先我敬佩 做一个小姐 对政治人物的 这个观察日伪 蔡正元的所说的话 九成是废话 还有所谓的大嘴巴 就是像 蒋介石时代的 反攻大陆 蒋介石时代的 三民主义 统一中国 马云九时代的 六三三 黄金十年 爱台所建设 全部都是假的 希望 柯文哲团队 不要宣任 宣任那个 蔡正元什么 大嘴巴的那种泥沼 还有呢 如果不幸被 林世文当选的话 台北市政府 就多了一个 金服装了 好 谢谢林先生 我们休息一下 再回到现场 选举如火如荼 那现在可能很多的 造势活动都会出来的 大家记不记得 林世文讲过说 港湖黑压压 内湖南港 黑压压的一片 还有要把一兵 废掉以后 兵力馆要搬到南港去 结果引起南港 整个跳起来 那现在 今天晚上 马云九将一化 林圣文要在南港 办一个 造势的合体的一个晚会 那为什么哪里不选 偏偏选南港 南港刚好又是 蔡正元他住的地方 他的选区 所以这倒蛮好玩的 可可姐 怎么来看今天晚上 这个造势会 南港目前 林圣文应该是 输得还蛮多的一个地方 说得很惨 对这个 林圣文来讲 那南港地区 对于马云九总统来讲 他做台北市市长的时候 把南港展览区 给建立起来 其实南港内湖 当然它是一个 延续性的市政 可是马云九市长 那个时候 对南港的建设 是在的 但是现在 以马市长的 马总统的 这个民意支持度 跟这个江院长的 这个雇人院的状态 三位一体 恐怕只能 有个电影叫三个傻瓜 那个还比较好看一点 三个傻瓜比较好看一点 刚才那位观众讲的 就是说我三月初的 这个告发 林圣文的这个 递检署这个案子 其实一直没有动 后来检察官说 是因为证交所 不肯给这个资料 这时我想到 以前那个吴淑珍 有被告的时候 那个时候 民进党的吴乃仁 他也是证交所董事长 他也是不给资料 所以这个政党 这个在资源在手的 这种打选举的方法 实在不可取 但是现在证交所董事长 是李树德 李树德他很要命的 他是鼎心卫家101 引进关股 卖给他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人 那现在李树德 又是连圣文的 竞选总部的 财经后援会的总会长 显然是有点护航 连圣文就完全不公平 对不对 陈学生委员 这个案子已经十个月了 特别是 意态科技的那个案子 非常的异常 那为什么不查 而且一直拖到现在 令人遗憾 北检其实不稀奇 魏英聪 去年11月交报 一直到今年10月20号 才把他起诉 中间让四级台湾之星 拿到执照 让中加系统 卫家可以拿到 优先贡买权 台北地坚署 已经没有公信力了 对我来讲 所以今天晚上的合体 对联盛文应该有帮助吧 应该有帮助 因为对手总是 希望看到我们分裂嘛 大家能够尽细前嫌 把很多的纷争 误会放在一边 可是他之前又 大明王朝 然后又要江仪化下台 对不对 现在又要江仪化帮助他 会不会觉得 这个团结怪怪的 国民党内部的斗争 还比不上民进党斗争 民进党斗争 民进党是斗争完了以后 对外一定一致 国民党过去是内部斗完了以后 对外还没办法一致 所以我觉得最近 这样子我倒是觉得蛮好的 不错 真的不错 总是你能够团结 就是一份力量嘛 所以我宁愿看到 他们都站在一起 而不是互相给对方放话 穿小鞋 我乐见这样的结果 那太假了啦 根本就 你看你 我希望 我还是很假 不像我很希望 那个蔡一山继续出来 他还是对 联盛文的选情 会有帮助 联盛文会知道 南港不是黑鸭鸭 今天晚上他 去绕一下 看一看 不过那个地方 是蔡正元的 基本盘地方 他为什么讲到黑鸭鸭呢 难道他的转盖是没告诉他吗 口误 口误啊 我是认为说 虽然马东鸿胜9% 可是大家现在网络的笑话 就是说9%搞不好都还比联盛文 还更有人气 所以说出来有没有帮助 可能有 可能加个几% 但如果刚刚提到蔡一山 我认为蔡一山还真的很有魅力 因为我所有朋友 不管男女 大家连我自己都觉得 他真的还长得还真的还不错 然后还蛮清明的 那形象也很好 只是大家都补充一句说 可惜不是他选 如果他选的话 那可能今天情况不一样 可能不会有那么多 不能爱屋及乌吗 可能没办法转 因为他一路以来 他一路以来的行 就是说他自己在打马 现在又叫马出来站台 就让人家觉得 他做一件事情 都没有办法坚持下去 他要怎么样当 那艾太太坚持下去就好了 那就人家说 他回家当好先生就好了 又有道理 不管怎么样 选举的一个 他的这个形象的塑造来讲的话 有功的部分 也有私的部分 那都是被我们 这个所有的选民所检验的 那特别在私的部分 对夫人的这个 夫人的形象牌 还有夫人他对这个 候选人的加分效果 其实对我们候选人来讲 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个科 这个大家都觉得说 整个以目前为止来看的话 这个连胜文的民调是落后了 那落后的时候 所有的这些招数 对不对 可以想象得到的 我们都要尽量地把它推出来 蔡依珊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张牌 但是会影响多少 这个真的只有到选举的时候 才做一个检验来看看 大家还是关心 蔡依珊姐 蓝绿对立会不会因为这样子而起 现在没有蓝绿对立 但是国民党当然 这个希望能够搞蓝绿对立 蓝绿对立有非常多的做法 包括年终慰问金要提出来 然后让民进党去批 又造成劳工跟公务员的对立等等 各种不同的做法 包括在立法院里面 要搞自进区什么的这些东西 都是希望蓝绿对立 但是柯文哲阵营很奇怪 柯文哲本身 他好像就已经开始 对蓝绿这件事情 他已经有一个免疫的能力 所以他没有跳入 这个TVBS的民调分析 上一波民调就已经说 在台北没有出现蓝绿对立的状况 到目前为止都没有 那至于蔡依珊的出来扫街 据我知道在市东市场这一场 是他的加成 是徐红廷带着他走 徐红廷又不在那边选 所以市邻北投的市议员 台北市议员 国民党其实是不准跟的 所以台北市的国民党的 北投市邻的议员 气得要死 那结果他还去独厚 他自己的这个加成 那天那个画面是 你看嘛 那个画面是 没有国民党的市议员 对啊 市东市场是市邻北投 徐红廷在大安选 跑到那儿去了 那我听最好笑的 还是他们的阵营的 这个幕僚在新新闻 今天所登出来那一段访问 是说哎呀 你看他说他出来走一小时 结果换得24小时的画面 这是什么投机心态啊 你有什么诚意啊 原来他真的只走了一小时 然后换新闻台 24小时画面 他算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哦 这个钱都 媒体曝光钱呢 简直赚了很多 这个 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连圣文的问题不是曝光哦 连圣文的问题是本人的 这个条件 或许还是希望多曝光 已经向上正面的 被大家支持是很好 但是我觉得 我只曝光一个小时 换24小时的新闻 这个蛮有意思的 我觉得柯P的担心的原因 是因为 他的票没有在增加 但是蓝的票会不会增加 不知道 因为蓝的票不是死火山 是修火山 只是现在在睡觉 哦 你认为他那个已经到顶了就对了 到顶 45%的门槛就是在 意义都在 所以但是也许 现在柯振宁就是要寻求突破 会怎么突破呢 休息一下再回到现场 马江合体挺联 有用吗 或多或少啦 因为蓝军很喜欢看到国民党 哇 团结啦 嗯 不过我还是要问一下 那这个连胜文是不是要先跟江一话道个歉啊 你三个礼拜前 蔡政员直接在一周刊说 这个江一话应该为这个食安问题负责下台 结果呢 这个连胜文接着又讲说 如果我是格魁 我是行政院长 如果是我 我会选择离开 对不对 结果呢 今天你就反而 你还需要江一话来站台 反正就现在我超医生啊 或许啦 但是我是觉得说 那连胜文你先跟江一话道个歉嘛 不然 大人有大人量不需要 是吗 但是这件事情也凸显出来 就是说连胜文的立场 跟原则是可以调整的 是会变动的 其实他包括他的这个 这个内湖南港的那个 那个所谓的一兵签内湖南港 到后来他又改变了嘛 不了了之的 不了了之不敢再讲了嘛 对变远利才签 那是柯文哲先讲的 那现在蔡一山出来有用哦 有用啦 我喜欢蔡一山啦 那一山出来选过 我投他一票我这样讲 真的 但是是连胜文出来选 那就算了 所以前面都假的嘛 后面才是结论 真的嘛 你后面这句话才是重点吗 我觉得蔡一山很舒服啊 蔡一山还是寄出来了 寄出来还是有票吧 还是有票 没有 第一山 没有 我